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什么大祖门的子弟 五十级以上 魂王几变 恐怕只能够安静 是我 选贵 你们老师呢 这件事 我大让来解决 就凭你这个老乌龟还想见我们的老师 我们几个就足够收拾你了 你说什么 好 我就替你们老师 救于救于你们 各位大爷 那个 求求你们不要在小殿打 小殿 小殿 我在外面等你们 这个人五魂是玄规 我可以肯定他是一名防御型掌魂师 功弱手强 弱点明显 我们不一定会输 朱青 穆白还有我 我们三个人速度快 在旁边牵制 小五一旁接应 玄规手水正好与胖子的凤凰火焰相克 水可以克火 火也一样可以克水 只有你在外面发动攻击 奥斯卡相长支援胖子 我们人多 十九战耗死他 唐三 那我呢 那个 你五魂比较特殊 就随机应变吧 走吧 想让大家认可你 就用行动来证明 你是属于十来客的 不然是属于十来客的 老师 卓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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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你 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 现在认错 还来得及 哈哈 先打扮我们再说吧 哼 那就让我教教你分 如何做人 记住了 我们不是人 是怪物 老师加油 老师加油 第一魂技 白虎 立光 不 第一魂技 缠绕 马虹俊 厉害 这就结束了 探考乌龟 不对 有一次寒气 第一魂技 玄龟护体 打断它 白虎猎攻破 玄龟的防御力果然可怕 第二魂技 玄龟护体 对面一开斩就用出两个魂技 想速战速决 没那么容易 幽龟护体 有名托刺 玄龟护体 这是什么操作 这是什么操作 搜进去了 没想到吧 手抽不出来了 第三魂技 玄龟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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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母 白虎护身杖 是你彻底被冻枪了 缠绕 该死 白虎护身杖 不好 要被冻住了 胖子 老大 闻 一起去死吧 难道我判断错了 这玄龟护体 不是防御灵物棍 这几个小鬼 大晚上的 你们不去休息 跑出来干什么 都回去睡觉 等一下 什么事 你是他们的老师吧 刚才你们学院的学员 侮辱了我们仓回学院 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 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 交代 有什么可交代的 仓回学院 你们平时轻软怕硬惹是生非 依我看 还就是个垃圾学院 你们真够废物的 连一只乌龟都靠不定 等我回学院 我再收拾你们 你们真够废物的 连一只乌龟都靠不定 连一只乌龟都靠不定 等我回学院 我再收拾你们 连一只乌龟都靠不定 连五魂都靠不定 连五魂都不用 死大了 劫队都是靠不定 放下 劫队都靠不定 不定 你死了 我死了 那大了 我死了 原来 不是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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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使用武魂充 丟人的感觉 果然不错 老师 你怎么样了 你们几个 真是给我丢人 这次闲技让 回去以后 必须给你们来一次特训 为什么刚才不用武魂辅助大家 那时候不合适 我想等 荣荣他 应该是想等 木白施展白虎金刚变的时候再用 对吧 出其不易 不错 你们记住 既然入了史莱克 就是一个整体 好了 都回去睡觉吧 是 大神 再来吧 不错 是 有 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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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斗大森林 远非那些国家圈养魂兽的森林能力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千年万年的魂兽 待会儿进入森林 你们谁都不要离开我超过二十米 尤其是宁荣荣奥斯卡 你们俩要特别注意 没我的命运 谁也不许建议攻击魂兽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出发 木柏杭三 开路 有点热 门 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下 怎么了 这里低级魂兽较多 咱们绕一下 魂兽成长缓慢 能避让尽量避让 万一误伤误杀 不用几年 森林里就没有魂兽了 有道理 那咱们闭一下 还有一个原因 一旦发生战斗 血腥味和声响 很可能引来强大的魂兽 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你小子 见识不错嘛 这些知识 都是老师教的 都提高警惕 小心了 我到树上看一下 看清了吗 好像是一条会飞的蛇 会飞的蛇 长什么样 看不太清 飞蛇离地不高 差不多两三米 头上有个香红的肉关 尾巴长什么样 尾巴 是个扇形 是凤尾机关蛇 奥斯卡 你有福了 就是不知道 这条蛇是多少年的 顶住它的方向 准备猎杀 朱青 看一下蛇的长度多少 翅膀什么颜色 长度 大概六到八米 翅膀是淡红色的 来了 小心 有东西高速靠近 好像是一条会飞的蛇 飞蛇离地不高 差不多两三米 头上有个香红的肉关 尾巴长什么样 尾巴 是个扇形 朱青 看一下蛇的长度多少 翅膀什么颜色 长度 大概六到八米 翅膀是淡红色的 六到八米 淡红色 这是条千年的凤尾机关蛇 应该一千三百年 到一千八百年的修为 年限属性都正合适 千年的凤尾机关蛇 可不多见 我们这次运气不错 奥斯卡 真的吗 太好了 凤尾机关蛇 虽然攻击手段很单一 只会用身体缠绕敌人 令其窒息 但是速度极快 尤其是 它的机关力 储存着能让它 在遇到危险时 瞬间增速逃跑的养分 所以算是比较难捕捉的一种魂兽 那我们怎么捕捉 蛇类怕飞禽 胖子五魂是凤凰 应该能起到一定压制作用 凤尾机关蛇攻击性不高 我们唯一要注意的是防止它逃跑 好 你了解这种魂兽 这场战斗 你来指挥 是 老师 准备战斗 胖子 来了 好快 小心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好小子 吃我 你腿 吃完就从了我吧 快撑不住了 收 胖子 神仙带你 赵老师 想跑 有那么容易吗 出力气啊 敬畏追踪 敬畏追踪 第四魂纪和第五魂纪同时发动 这才是赵老师真正的实力 对战那天赵老师留守了 奥斯卡 过来 来了 一定要练杀魂兽吗 能不能不要杀它 弱肉强强食 本就是生存的法则 如果这条蛇比我们更加强大 你觉得 它会放过到嘴边的食物吗 夜长梦多 动手吧 从它肉关下面这点刺下去 魂环就是你的了 住手 住手 老神 朝天香 朝天香 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六个魂环 看来对面是个六十几级的魂帝 和赵老师七个魂环的魂圣级别相比 实力上有一定差距 魂环律动 身体却没有发生变化 可见他们的五魂就是手中的怪杖 有什么事吗 赵老师对这位婆婆的态度 您好尊敬的魂圣 您不能把这条凤尾机关蛇 给这个孩子 为什么 因为这条蛇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们先发现的 怎么这门是你们先发现的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 可没看到你们的踪影 小伙子 不用着急 你们看一下蛇腹部 那里 有三道被我的拐杖击中的伤痕 没问题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老太婆谁啊 怎么咱们赵老师对她这么客气 龙宫梦属 蛇婆朝天乡 魂尸界有名的夫妻 传闻夫妻二人形影不离 心意小偷 苏师五魂融合计威力极大 或许 已不弱于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这么厉害 那小偷的魂环不是要飞了 那还不一定 龙宫不在 一个蛇婆 还不是赵老师的对手 蛇婆在这儿 龙宫极有可能也在风景 死老太婆一直显抵着 若是贸然出手让她跑了 一旦龙宫坠了 小家伙们就要命丧在此 不能再让这脑太婆 拖延时间了 在下赵无极 原来是闻名魂师界的不动名王赵无极啊 难怪 我说怎么随便就遇到这么年轻的魂生呢 不敢当 恶名而已 前辈刚才说您的孙女很需要这个魂环 按理说 在下是晚辈 本应礼仗 但是 但是什么呀 这蛇可是我们先发现的 如果不是我们将它打伤 你们能抓得到吗 赶快把它还给我们 否则我们不客气了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将这条凤尾机关蛇 还给我们区分了 您这话说的就不妥了 这星斗森林里的魂兽都是无主之物 何来还这一说法呢 或许这蛇是你们先发现的 但抓到它的是我们 您说它适合您的孙女 但它同样也适合我的学生 哦 你是说这些孩子有人也三十级了 奥斯卡 在 告诉前辈你魂力多少级了 前辈 全身魂力三十级了 这孩子应该比依然小个两三岁吧 魂力竟然已经三十级了 前辈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走了 既然如此 那就按魂师界规矩来吧 魂师界规矩 还请前辈名言 让你那弟子与我孙女切磋一番 输者让出魂环 恐怕是不行 什么 赵无极 我已经让步了 你还想怎么样 欺负我家老头子不在吗 当然不是 只是我这学生是一名食物系魂师 什么 食物系 我竟然是一名食物系魂师 小伙子 不知你出身哪家宗门呢 我没有宗门 没有宗门 又如此年轻 如果能把他挖过来辅助宜然 岂不是完美 小伙子 你 赵老师 我带小傲出手吧 再耗下去 万一龙宫出现 我二十九级 不算占便宜 前辈 这样可否 可以吗 前辈 好 孟一然 武魂蛇杖 三十级二环战魂大师 唐三 武魂蓝银草 二十九级二环战魂大师 请 蓝银草 不过是个背武魂 第一魂战魂 第一魂战魂 缠绕 独刺麻痹 这场比赛到此为止 怎么回事 麻痹毒素没有奏效 第一魂战魂 蛇刃 难怪 他也能毒 可恶 速战速决吧 他也能不能尽力 copies 继续 角落 继续 臭小子 我这蛇杖上都是剧毒 你找我死 可惜你的毒对我也没用 你这家伙 要凭魂力 方黎 他们要比拼魂力 你能有多少魂力 给我比拼 周老师 这小子没问题吧 那三儿挺厉害的 套魂力比我高 但玄天宫乃是上城倒门那家心法 生生不绝 绵绵若存 拖下去 他不是我的对手 怎么还不应 心急了 小三长都上风了 四夫 我不能说 那么请如此坚持 好 那就看神仙倒下 算 算 算我们输了 你我一同出手如何 好 准备 撒手 没有 快 似的 对 二 二 六 二 四 二 一 二 ions 昂 朝大姐 您怎么说 愿赌服输 凤尾机关蛇 是你们的了 臭小子还不快点 奶奶 是我们输了 等找到你爷爷再说 今日之事老身记下了 不动明王 我们后会有期 紧接四周 等他们俩醒来 立刻离开 奥斯卡 你醒了 小王 你醒了 小王你醒了 快快快 让我们看看你的新魂环 带了什么劲呢 胖子 远点远点 你离太近了 臭小子 快说你的新魂记是什么 算了 回去再说吧 怎么 难道还怕我们笑话你不成 臭小子 快说吧 别摆棺子了 我们不会笑话你的 那 那说好了 不许笑我 不笑不笑 快点吧 来来来来 你们退到一边去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向入飞飞 我故城 不是说好了不笑的吗 小王 你的咒语 怎么还是这么奇怪啊 叫你管 一会儿让你看一下我这第三魂记 你可别吓到 好 好 Podcast 低于善 乔 他 开心 这么高 昂 新朝 将来 奥斯卡 你这是 这是 飞翔 小心警惕四周 小傲 你这个技能牛啊 能飞多久 大概一分钟 什么 一分钟 跟你的香肠一样短 没道理啊 凤尾机关蛇附带的魂环 这么鸡肋 我还没说完呢 说什么呀 飞翔一分钟 遇到稍微宽点的河流都过不去 如果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 飞一分钟呢 什么 我错呀 小傲 你确定 我确定 或许还能飞得更快 也不一定 这 太牛了吧 很好 总算没有白费精力 小傲 依你现在的魂力 可以制造出多少根 这样的蘑菇茶 一次 最多应该不会超过十根 十根也不错了 以后魂力提升 会增加的 好了 多准备一下 小三一醒 咱们立刻回去 赵老师 我们可能还不能回学院 小三 你醒了 小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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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能回血也是什么意思 这心斗森林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小傲已经得到魂魂 我们必须尽快返回 否则不管你们谁出了问题 我都没法交代 可是我也需要一个魂魂 没什么可是的 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 我刚才也突破到三十几了 小三你到三十几了 三十几了 赵老师 您看我们可以留下来 为我寻找一只合适的魂兽吗 当然可以 小三 恭喜你成为史莱克最年轻的魂尊 小三 你这是咱们史莱克怪物中的怪物 小傲 掐我一下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恭喜你 恭喜你 哥 恭喜你 不过 我会尽快追上你的 好了 天快黑了 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 替小三找魂兽 不要放松警惕 星斗森林的危险 远不止于此 是 赵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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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哥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错觉吗 今天晚上 先休养调整 明天再继续帮小三寻找昏环 小三 你是不是着急了 寻找昏兽本就是碰运气 赵老师 您放心 我有耐心的 以前就算是在新斗大森林外围 也有很多千年级别的昏兽 现在 也不知道是都跑到森林深处了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不论什么原因 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 昏兽虽然凶猛 但我们人类比他们更加凶猛 昏尸滥杀昏兽 纵使昏兽再多 也会减少甚至灭绝 人类修炼一生不过几十年 昏兽修炼 短的百年 长的千年万年 我们昏尸数量虽然不多 但每一个昏尸一生 至少也要猎杀五到六只昏兽 除此之外 那些以猎杀昏兽为生 无畏滥杀的又有多少 如此 或许有一天 昏尸这个职业 将会面临无环可用的境地 嗯 你说的是有道理 但那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 为庇佑的修炼而取魂环 避免滥杀 诶 赵老师 上次 准备战斗 赵老师 怎么了 你们做好逃练的准备 无论待会发生什么 不要管我 全力逃跑 先逃出森林 木柏 你保护好大家 知道吗 是 赵老师 有 啊 小鹏 小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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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森林之王太坦菊原 太坦菊原是魂兽界霸主般的存在 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智慧 力量 速度 攻击 防御 几乎没有任何缺陷 哪怕只是百年级别 都可以与其他万年级别的魂兽较量 最可怕的是 他们还可以施展类似魂姬一样的技能 这是 站在京子塔顶端的魂兽 也是所有魂师的梦魇 眼前这套太坦菊原如此强壮 修威明显已经超过万年 大概没有魂兽 能够比肩 这恐怖的王者 本该存在于 行斗大自明的核心之地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尊敬的司令之王 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 如果这是您的灵地 我们立刻退出 太坦菊原如此 你听得懂人话 希望他没有恶意 难道如小三所说 魂师的滥沙上 所有魂兽对人类都充满仇恨 怎么办 莫白 莫白 再带下走 又快 重力增强 小三 夜护大家先走 白狐青羹兵 你们走吧 我要帮他们 七宝有名 一约立 二约速 七宝榴梨塔的增幅 不是魂力基础 带入百三十七级 增加百分之三十的力量和速度 赵老师七十六级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赵老师现在的攻击率 超过八十级魂力 白狐青羹兵 竟然还有你作用 一起上 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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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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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快躲起来 小哥 小五 你先走 不 放开小五 不 放 放 无魂之神 大力金刚熊 草老师的第七红级 魂之神 谁也不准过来 我来扛住他 这就是 大力金刚熊 魂的魂机吗 这魂机最霸道 副作用力最强 可以无限制 所有器官以下的 异计三十亿程 魏力 是原本的百分一百五十 防御 自提升百分二百 但每次使用过 无魂之神之后 魂石本身的手心 都会削弱百分之十 需要七天时间回复 所以 到晚门 超过七十级的魂石 也不会用出 无魂之神 这已经是赵老师 最后的品鉴 臭小子 快回来 我叫小五 跳舞的舞 快点 再快点 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 不会让她 受到一点伤害 对对对 是哥你走老远了 我这个叫柔记 小三 我伤人的事 我是女孩子 我都不在乎 你怕什么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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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要是有一天 有很多人想要杀我 那些人 又是你打不过的 怎么办 那就请他们 先踏过我的尸体 我 vos 物 水 又 又 出 字幕志愿者 太太巨猿怎么会出现在星斗森林外围 对不起大家 都是我不和 没能阻止 不 不怪你 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做打算吧 小五 给我一个蘑菇肠 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 不要生长 小五 算我求你了 小五是我的妹妹 如果现在不去 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 只要这次不死 兄弟永远记着你这本人情 拜托了 晓鸥 罢了 我的第三魂魂 是小三你冒着危险争取到的 你的要求 我奥斯卡无论如何一定要做到 想入非非 蘑菇肠肠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大家了 我必须去找小五 哪怕他已经死了 哪怕他已经死了 去吧 让随你那蘑菇肠 要追就一起追 穿 那 快呀 想要lle 飞飞魔草 想要儿非非 哥 哥 哥 小人呢 小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民 就在这里吧 别再走了 不要紧 快赶回去 二民 你不会出来找我的 哥受伤了 我被你抓走 他一定非常着急 二民 你不该冒然出手 下次再见到我 一定要先观察一下 不可以再伤了我的朋友 大民 还好吗 那就好 既然被你带出来了 那我就索性完成第三环环吧 二民 你替我护发 大民 逼他 大民 大民 射≫ 大民 撫 House 大臣 大公 大雅 大雅 小五 你在哪里啊 你一定要活着 我答应过要保护你的 一定要活着呀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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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 小五 小 Marsha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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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 这是 看来已无大碍 这个声音是 我回来了 唐三 放肆 剑刀掌门竟敢如此无礼 请 请掌门恕罪 唐三 二弟 你难道忘了 我说过 只要他能活着回来 就是我这掌门之位的 唯一继承人 何况 唐三现在伤势过重 好不容易能够救回来 难道还要被你的 繁文辱节所累吗 这 大哥说的是 掌门 我 鬼剑筹山势险峻 还好你吉人天下 体内又有玄天功加持 才能保住性命 实在是天有唐门啊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需要弟子去做 只是弟子一时间想不起来 那就不要多想了 你在唐门静雅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没能及时发现你的才华 让你蒙受这样的磨难 实在是罪意 唐三不敢 唐三只愿生于唐门 死于唐门 死生不负唐门 好 记住你说的话 好好休息吧 门中事物繁多 我和二长老先走了 是 他们是谁 三师兄好 不敢不敢 你是内门弟子 我 三师兄见外了 自从三师兄被救回来 大先生就已经废除了 内外门之分 以后排姿论背 只论入门先后 是吗 可 这岂不是坏了规矩 三师兄说笑了 你真的不用三师兄 三师兄这么叫我 怪别扭的 不如 你就叫我三哥 三师兄 你怎么了 我想 哥 想起来了 想 想起什么 小 小五 大 大师 还有 这里也是唐门 我要回去 唐三 你做什么 掌门 我都已经决定弥补你 难道你还放不下这些恩怨吗 对 我是放不下 所以我才会见到你们 看到唐门 然后又重新站在这里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一直把过去看得太重要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要忘掉 要忘掉真的很难 可是 我现在必须放下 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在另外一个地方 还有人等着我去救 小五 我爱了 居然还有神经毒素 让人产生命运 发动 玄天宫内力 果然 人面魔珠对夏宫的眼睛十分重视 不过 以人面魔珠的警惕性 暗器很难造成伤害 鼓注一致 我虽没有当日铁石兄弟的门关 却又暗器神话 或许 变武魂性没有复耐技能 重量却是用武魂的提高 独断增加 机会只有因此 大合器神话 6 8 大合器神话 约 大合器神话 10 4 4 7 10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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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你果然失算了 我实力虽弱 但若已全部魂力灌注 这小小的锤子何至千斤 足以将你砸的阳禽露出下身要害 再以暗期取你性命 人面魔珠的魂魂吸收过程极其危险 得先赶快把毒逼出来才行 不 不 不 我的魔珠 是谁干的 是谁干的 不会这么巧吧 是我杀的 你 你 又是你 你就是唐三 你知不知道 人灭魔珠可比凤尾机关蛇要珍贵得多 为了猎杀这只魔珠 我们已经追了整整一天了 如果不是那猪王过于讨厌 他早就成为我们依然的魂魂了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是 我总要自保 这只人灭魔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难道 我应该认它宰割 你是说你一个人杀了这只人灭魔珠 多亏前辈 已经耗去了他的三次图网之力 爷爷 你要替我做主 我梦蜀闯荡魂师界多年 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 面对人灭魔珠 任何人都要自保 所以你杀了他也算情有可原 但是 你先后两次破坏我孙女 获得魂环的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唐三 我给你两个选择 诸葛神某虽然生不了你夫妻二人 但绝非梦一人所能抵挡 若是过分消逼 那就小怪我拉你四年顶背了 BOOM CUP BOOM 断动 诸葛神奴虽然伤不了你夫妻二人 但绝非孟依然所能抵挡 若是过分相逼 那就休怪我拉你孙女电背了 愿闻其详 第一个选择 你要加入我的家族 加入您的家族 没错 你若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 杀了依然到手的魂兽也好 浪费了人灭魔珠魂环也罢 我都可以不再计较 任何魂师一旦加入某个家族 永远不得背叛 一生将被左右 对不起前辈 我自由惯了 不喜欢受到束缚 让你小子占这么大便宜 全一口拒绝 妨碍了您孙女获得魂环 我很抱歉 但有一点您错了 如果你们不出现 想必我已经在吸收人灭魔珠的魂环了 又何谈浪费呢 什么 你应该明白 没有我的同意 这只人灭魔珠你是不能吸收的 那样的话 这么好的魂环就真的浪费了 但如果加入我的家族 你不但可以吸收魂环 我还将亲自为你护法 否则就算是浪费掉 我们也不会攻守于人 那第二个选择呢 留下一条手臂 作为对我孙女的陪传 让我加入您的家族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您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讲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说吧 之前我们碰到一只强大的魂兽 他抓走了我的朋友 如果二位前辈 能够帮忙救出我的朋友 或者 或者帮他报仇 我就答应加入你们的家族 只是猎杀一只魂兽 赵无极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他也挡不住那只魂兽 赵无极打不过 可不代表我也打不过 何况 以咱们夫妻二人的融合计 这星斗大森林中有几种魂兽能够与我们抗衡啊 唐三 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魂兽啊 是一只太坦巨猿 大概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太坦巨猿 我们做不到 你两位前辈的实力 难道还无法对付那太坦巨猿吗 你懂什么 太坦巨猿乃是上古一种 实力实强 别说我们 就算是封号斗罗 也不敢说胜得过他 据我所知 这星斗大森林中 只有一只太坦巨猿 修猿 少说也有六万年了 是真正的森林霸主 而且 他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兄长 除非是两大帝国所有封号斗罗 聚集在这里 否则谁敢说猎杀他们 没想到太坦巨猿 竟然会出现在森林外围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幸好他没有打开杀戒 否则 唐三这小子 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老头子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了 难道小五 不 不会的 一定还有办法 唐三 你不会是拿太坦巨猿 来耍我开心吧 我没时间和你在这耽误 告诉我你的决定 既然你们不能帮我达成心愿 我就不可能加入你们的家族 想要我的手就自己来拿吧 既然你想死 那就成全手 隆住前辅住前辈 收拾了前辈 收拾了前辈 嗯 这位可是龙宫前辈 万辈赵无极 久仰了 不动明王客气了 先是凤尾机关蛇 接着是人面魔珠 你可真是教的好徒弟呀 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前辈 这当中怕是有些误会 而且我只是这些孩子的学人老师 唐三的师父另有其人 我可不敢当 哦 前辈可否见一步说话 此话当真 原来是大师的徒弟 没想到大师的理论终于有实现的机会了 今天看在大师的面子上 老夫放你一马 不过 小子你记住 以后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好 我可不管你师父是谁 谢前辈 老师的美好 能威慑到盖世龙蛇吗 我们走吧 爷爷 爷爷 他抢了我两次魂魂 就这么算了 那你想如何 爷爷这么大年纪了 总不能真的以大欺小吧 好 既然爷爷不愿意替怡然出头 那我自己来 唐三 你要是个男人 就再和我比一场 你还要和我比 你忘了之前才输给我了吗 这次我会赢你的 我也不欺负你现在魂力不足 我们比点其他的 杜约呢 赢了 人面魔珠自然是你的 但是如果你输了 就不许吸收这只人面魔珠的魂环 可以 等一下 这不公平 赌约不公平 如果小三赢了 你是不是应该也付出点代价 你想怎么样 除了不能阻挠小三吸收魂环以外 哎呀 还要干嘛 请他一下 什么 小头 好 就这么决定了 爷爷 年轻人总要有点激情嘛 开始吧 那就速战速决 说吧 怎么比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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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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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 不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有三十二柄破魂刀 你我个十六柄 待会我让爷爷 震动二十米外的一株大树 会有树叶落下 你我同时出手 指出破魂刀 刺中树叶多者获胜 但不论刺中多少树叶 破魂刀最后必须要留在树干上 否则便不作数 好 你要不要再休息一下 别说我欺负你魂力不济 我还有事 速斩速决吧 你 这几个小子 怎么一副稳操胜传的样子 有意思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你没出手 我已经出手了 什么 神无奇迹 神无奇迹 必然哪 是你输了 结果不用去看了 我们走吧 不 我不信 丫头 认输吧 唐三的手法连我都做不到 十六柄破魂刀同时出手 同时入术 只有一个生意 每一柄都穿上了十片树叶 而且他方才完全是背对着树的方向 根本没有用眼睛去看 这样的技巧 只能用神乎奇迹来形容 孟姑娘 你的破魂刀 怎么 来取笑我 没有 那你来干什么 其实你输给我 无须难过 我练习暗器 到现在 已经整整九年了 九年 暗器 没错 九年 不是 我是问你暗器是什么 暗中使用的武器 是为暗器 暗中使用的武器 这是什么 这是透骨针 传透力极强 重量不到你那飞刀五分之一 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什么意思 送给你 送给我 这个透骨针应该比那飞刀更适合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相应的修炼方法我也可以告诉你 应该比你现在的手法好一些 什么 你要教我 你愿意学吗 可以吗 当然 刚才 我没有用眼睛去看 却依旧能够取准 这是使用暗器的一种基本功 名叫听声便位 凭借听力 来辨别目标所在的位置 你的暗器在发射时 就不会存在盲区 也更具有隐蔽性 我是不会跟你说谢谢的 我也没指望 就当是抢了你两次魂兽的补偿吧 这是还你的赌约 愿赌服输 我可不会耍赖 你可不要有其他的想法 四二 上不上啊 这 再给我更恢复相长 小五生死未卜 事不宜迟 麻烦大家了 确定不用再休息一下 不用了 赵老师 麻烦你了 好强的魂力波动 这只人命波动 究竟有多少年行为 赵老师 这 这是 这 这只人命波出 小三可能承受不住 他们等级差异太大 非常凶险 小三不亚于经历一场生死关头 大师快一起来吧 好几个学生突破升级了 都在庆祝呢 小刚 你还回来吗 我回来了 王爷 我们就是在这里诀别的 魂帝 小心 末日将计时日 好好好 你们好好调调 不仅昏患之流鬼影 好一个封号斗罗 阿音 不好 不 零天一斤 请我们捆住他一会儿 咱们走 走 走去哪里 该死 七更复天局 又一名封号斗罗 取花残 板地上 花落云断场 好天后期 第六魂计 惊瑞范留侠 结枝宠阿姨 我一定会带你和孩子走出这边下谷 好 我在 谢谢你 终于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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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结束了 童胖 你的愤怒将是本座登顶的阶梯 蓝草平生无归处 风雨流远 幸得东风故 阿姨 好 此生能与你相爱 阿姨无憾 你要永远记得 这是我们的孩子 不要 阿姨不要 阿姨 不 阿姨自知 却无可能从武魂殿手中生还 宿命如此 无怨无由 但在任命之前 我还想和你们做个交易 你要不惜一切使用献祭 需不知道你自己将永远回来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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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阿姨自知 阿姨自知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为了他 为了他 为他起了个名字 阿姨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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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做小五的小女孩 也很可爱 如果你看到了 应该也会喜欢 希望 他们能好好的 不要像我们一样 不用担心 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 我们的悲剧发生一次就够了 小三遇到了值得神教的伙伴 也有比我更沉职 更懂照顾他的老师 我可以放心去做 我想做 也必须去做的 我欠宗门的 该还了 五魂殿前我们的 也该逃了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本想永远陪你待在这里 但是好像不行了 不要阻止我阿燕 我答应你 很快就回来 能遇见你 能遇见你 能跟你一起拥有小三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五魂殿 我回来了 要是 亦然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唐三说的话 送给你 奶奶 您说我要不要使用那什么透骨针 你如果觉得好 用就是了 唐三那孩子天赋很好 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惜不肯加入我们的家族 不然的话 不出二十年 定能带领家族踏上新的台阶 精灵岂是池中物 不只是唐三 我看那几个孩子 天赋都很出色 不过 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那史莱克学院 这些都不重要 那几个孩子资质虽好 却和唐三尚有差距 宜然 你觉得唐三怎么样 他呀 不过是个老长的小孩 我是问你对他的感觉 爷爷 您不会是要乱点鸳鸣吗 我可比他大三岁 年龄不是问题 爷爷 你 怎么 你不愿意 是觉得他相貌太一般了 他本就长得普通 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明家子弟 真不明白 蓝银草那种废物魂 它是怎么修炼的 丫头 你什么时候也以貌取人了 唐三的孩子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身名门 你见我能将蓝银草修炼到三十几以上的魂师吗 还有他所说的暗器 这些加在一起 足以证明这个孩子的不凡 爷爷 您别生气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能不能再见到他 还说不准呢 依然 你可得想好啊 机会稍纵即逝 行了 老头子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们还是先帮依然 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魂吧 还有那史莱克 回去后得好好打听打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晓鸥回来啦 赵老师 再这样下去 小三恐怕会有危险 我知道 但是此事更不能打断他 一切只能看待他的意志力了 谁 小五 你没死啊 你盼着我死吗 这事怎么啦 这事怎么啦 这雾气 小三他怎么啦 等等小五 小三正在吸收第三魂魂 不要阴绕到他 第三魂魂 怎么会 吸收第三魂魂怎么会这样 这是 人灵魔珠 人灵魔珠 小三吸收的 是这只人灵魔珠的魂魂 他的修为 早已超过第三魂魂能够承受的极限 你怎么知道 大师说过 第三魂魂的极限 在一千七百多年 这只人灵魔珠腿长超过三米 至少是两千年的修为 原来如此 现在去阻止恐怕也来不及了 但愿小三能坚持下来吧 对了 你是怎么逃出太坦巨魂魔珠的 嗯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只太坦巨魂抓着我朝森林跑 没跑多远 就听到一声牛口传来 那太坦巨魂显得很紧张 然后就把我扔一边跑掉了 牛吼 什么牛能让太坦巨魂紧张 太坦巨魂临走之前 吼了一声把我给震晕了 等我醒来 他已经不见了 然后你说巧不巧 我的魂力竟然就突破到三十级了 什么 你也已经三十级了 哎 你和唐子谁打 我小几个月 当时和我一起被太坦巨魂震晕的 还有几只千年魂兽 刚好有一只适合我的 我就把他给猎杀了 你们说巧不巧 这样也行 我本来以为死定了 没想到死里逃生 吸收完魂环 体力一恢复 我就立刻来找你了 小火 我一定会去救你的 哥 你可不能有事啊 都怪我 是我不好 你一定要醒过来啊 放心吧 小三会听过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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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归是佳人 迟早是要回去的 就算回去 也不会是现在 在没挣名自己前 我是不会让那些人看笑话的 小刚你实在是太匠了 否则你和他之间也不会 闭嘴 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 我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好好好 不说他了 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唐三吗 前几天赵无极因为唐三 被人揍了一顿 我大概猜得到是谁 你知道 你以为小三的武魂 真的就只是蓝银草吗 个宫 太神了 退不去 effective ekk 我 成了 傻监 危险已经过去 现在是魂力转化的过程 唐三这小子 无愧是奇迹的创造者 两千年的人面 磨住魂环都让他顶住了 该是龙舍夫妇应该庆幸 他们孙女没有洗手这个魂环 否则 此刻恐怕已经暴体而亡 都退缓点 小三力量刚刚提升 魂力时空外印了 老师 这事常见 别担心 这不应该啊 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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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面磨珠的蜘蛛 这个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快看 赵老师 小三他怎么了 这 小三该不会要变成一只大蜘蛛吧 不可能的 小三怎么会变成蜘蛛 一定是他吸收魂环时 产生了某种变异 他不会有事的 赵老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或许只能等待吧 小五 不要 不要离开我 小五 不要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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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门弟子永世不得进入内门 他们密集永不外传 他们密集永不外传 啊 外门就是外门 只配做些垃圾活色 屈居外门弟子 竟敢投窥内门修理 给我教训他 竟敢投窥内门修理 外门之书 唐三竟已掌握贤熟 染之海乌鸦 学无止境 求长老传授内门功夫 遵循唐三进入藏经阁 藏经阁乃唐门重地 内门弟子都不敢想 你当有自知之明 唐三只想领悟暗器 更深层次的神庙 将唐门暗器发扬光大 若再心存妄念 我定当上报唐兰老太爷 将逐出门墙 哥 我回来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说过 会永远保护我的 你可不能失眼了 万人弟子 但愿永世不禁美 可他们一起 我非选不可 围来 晚完了 好 好 不论如何 千万可都用 暗器升级通牌 更不能暴露行动 据说藏经格 一共三层 第一层 有守护的经验 第二层 又认为暗器 最后将前面掌握着手 却把暗器决入了我的之力 只有第三层 才真正存放着密集 去那边看他 这应该就是通往三楼的入口吧 四季磨头 总管 数杯 三位长老 无死就监视 这真是地水不漏啊 任何物体一旦出现 恐怕都无法逃脱 这密集红线的捕捉 而三位长老 更不会放过一切细微的生命 若要硬撞 我会有一死 有了 请不停 是玄天暴露 记载着他们最高绝学的玄天暴露 谁 唐门大爷 外人皆知唐门藏金河的前两层戒备森严 却不知核心所在的第三层 我这老头子亲自守了几十年呢 唐三不孝 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包括逐出唐门 唐三尚在强暴之时被唐门收留 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 永生永世至死不渝 太爷 唐三你可知我为何救你 太爷宅心任后 错 我救你是为了唐门 昔日我唐门盛极一时 江湖上下莫干辟地 然而随着名声大噪 内部变得当即森严繁文如节 外门弟子不得言喜绝学 内门弟子又资质不足 御府的门规令诸多秘籍失传 这样下去唐门难逃衰亡的命运 唯有优胜劣汰不拘一格 才是唐门强盛的核心 今日我没见过你 你也从未到过藏经阁 唐三 唐门未来的兴衰之路要怎么走 你不妨大胆地试一试 重振唐门 小三 太爷走了 以后的路只能你自己走了 太爷 那你不斗 绝对不能放过他 在你的未来 一定要有你左手的锤子 保护好你右手的草 永远 哥 你要加油啊 哥 能力转化成功啊 太好了 你让我来 你让我来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五 哥 哥 小五 真的是你 哥 是我 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梦 我回来了哥 都是我不好 让你对行了 是我不好才对 都怪我没能力保护好你 不 不怪你 受伤了吗 受伤了吗 小三 谁把我衣服脱了 你猜 这个是什么情况 陆水道 是不是你那个魂环变异了 魂环是不会变异的 只有五魂才会变异 我吸收人灭魔珠的魂环已经获得一个气囊 一切力量正常 只是背后这八条蜘蛛腿却无法解释 那你能控制背上的蜘蛛腿将它们收起来吗 总不能一直这样吧 会被人当成怪物的 我们本来就是怪物 是 你小子 我试试吧 唐三 三哥 你是用那个杀死人灭魔珠的吗 对 也让你们看一下 等一等 有动静 有动静在靠近 是人灭魔珠 气息要比真是小很多 是他的后代子嗣 数量很多 糟糕 体力还没完全恢复 我的体力所剩不多 是算 那怎么办 有了 我正是用暗器杀死的人灭魔珠 这些小人灭魔珠修为还浅 我们暗器杀死的人灭魔珠 是有可能扭转回击的 是有可能扭转回击的 小五 这个给你 哥 你用吧 我可以自保的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想告诉你 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小怪物们 开始战斗了 先 建筑 问靠 走 您 你怎么这么难啊 那是因为你太菜了 柔柔 我来了 柔柔 你没事吧 谁又给救了 就是你们 让我隔陷入危险 危险 不许伤害小五 没事吧 小五 这暗器还真好用 确实 不依靠五魂就能中创这么多小人面磨珠了 唐 三哥 你这个东西可以卖给我吗 卖你 我是辅助系魂师 但是 没什么自保能力 如果 不用卖 回头送你一套就是了 这个 是不是不太好 没事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材料费 你自己出就行 小三 我们是不是好兄弟 知道了 也送你一套 耶 回头 一人送你一套 这些家伙又不是媒介 你这神奴只做不易 该收多少收多少 赵老师说的没错 小三 我们可不能让你吃亏了 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尽快离开 别的事路上再说 好 终于回来了 赶了一天的路 大家都辛苦了 先去休息吧 哇 肚子饿死了 走走走 吃饭去吃饭去 这也不能怪你 就算我们一起带队 遇上泰坦巨猿 恐怕也是不能幸免 确实是这样 这次泰坦巨猿出现在森林外围 说不定也只是偶然 只是 小五说的牛吼 究竟是 能让泰坦巨猿恐惧的牛吼 我也没听说过 你说的牛吼 应该指的是天青牛马 知道的人来了 来 无极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当年的老伙计 玉小刚 也是唐三的老师 你可以称呼他大师 哦 原来您就是大师啊 您好 我是赵无极 不斗冥王不用客气 坐吧 大师也知道在下 唐三应该也跟你一起回来了吧 他可平安 我老师 有什么事 我们想让你带来 到处理 我们想要杂志 你带来 你带来 找好 我看你 你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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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 你带来 你正在走一条新的长路 那你呢 那些过去的回忆 甚至是你 难道都是我的一个幻觉吗 每一个回忆是生命长途中的一朵浪花 活着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还有机会回去吗 已经做出决定了 不是吗 如果你忘不了我 那就带着我们共同的愿望 在这片大路上 勇敢地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们共同的愿望 没错 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要在这片大路建立属于我的堂门 这次是有惊无险 我也没想到碰上太弹剧院后 还能全约归来 小刚 你刚才说天青牛蟒 什么意思 天青牛蟒是星斗森林里 比泰坦剧院更强大的魂兽 比泰坦剧院更强大 如果将泰坦剧院 称之为星斗森林里的王 那天青牛蟒 就是星斗森林里的帝皇 我也是机缘之下 听某位封号斗罗提起过 那位封号斗罗 曾经走进过星斗森林的中心 那里是一个宛若人间仙境的湖泊 湖泊 不错 星斗森林的核心之地 不再是森林 而是一个湖泊 那位封号斗罗自视实力 所以想要进入森林深处 找寻森林之王太坦剧院 与他鄙视一番 后来也确实让他找到了 泰坦剧院 然而他最终并没有能和 泰坦剧院鄙视 难道是因为天青牛蟒 是的 当那个封号斗罗 到达森林中心时 恰好看到泰坦剧院 正在湖边喝水 正当他准备动手 与泰坦剧院决斗时 湖面突然沸腾起来 紧接着 一个巨大牛手 从水面探出来 突如其来的压力 令那位封号斗罗动弹不得 接着那牛手继续上升 最终湖面出现一头牛手蟒身的庞然大物 而真正吓人的是那牛手蟒身的庞然大物 竟然口吐人眼 人类 人类 你修为修为不义 离开这里 那头庞然大物 就是天青牛蟒 你们知道 天青牛蟒出现时 泰坦剧院是什么反应吗 什么反应 泰坦剧院 就像是受了责罚的孩子一样 看来你们这次真的是运气好啊 说起来 这次真的是多亏了唐三 几个学员的资料我都仔细看过了 那个食物系的孩子这次找了什么魂环 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投入工作了 既然答应你了 我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你也不要忘记你的承诺 赵老师 这次运气确实不错 奥斯卡那小子得到了个千年的凤尾机关蛇魂环 凤尾机关蛇生性温和 但却十分狡猾 最善逃跑 比我预想的几种魂环都要出色 如果我所料不差 千年凤尾机关蛇魂环附带的技能 定然跟速度有关 您说的不错 奥斯卡的第三魂技 是一种壮如蘑菇的肉肠 吃下以后 能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飞行一分钟 以凤尾机关蛇速度飞行一分钟 是的 那孩子天赋前所未有 前途不可限量 我们史莱克向来只受怪物 可惜这是最后一期了 不过幸好有你相助 只要我们兄弟齐心 你一定能将这几个孩子培养成才 不出十年 魂尸戒将因为史莱克三个字而震动 我是为了小三才留下来的 别忘了你的承诺 放心吧 这么多年兄弟 我什么时候实信过 再说了 下一次陪唐三去猎杀魂兽 也得等他四十几了 你是说小三他三十几了 哼 我相信 小三的未来将远远超过 这块令牌的主人 小三十几了 真的 老师 老师 你来了 先跪队吧 是 走 小才 那个大叔是谁啊 我的老师 你的老师 就是你平时一直说的 什么都懂的老师 小怪物们都看过来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大师 以后将负责 指导你们的修炼 大家的资料 我都了解过了 接下来 由我指导你们的修炼 希望你们都能做好准备 明天一早正式开始训练 训练内容 明天上课前我会公布 就舍不得多说两句 好了 小怪物们 大家快让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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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俩可不要动他们 老师 小三他 小哥 这是 先把马红军抬进屋子里 小三 听得见我说话的 你现在放松 深呼吸 想象着魂骨从后背 收进身体里 试试看 怎么样了 小三 没事 再试一次 让气流动起来 将魂骨当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就跟你的手脚一样 不要刻意用力 自然一点 就像呼吸一样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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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替马红军解毒 老师 我可以吗 你已经能根据自己的意识收放魂骨了 相信自己 你应该有感觉的 操控你的魂骨将马红军体内的毒素吸引出来 就像刚才将魂骨收进体内一样 可如果 不用考虑其他的 只要想着魂骨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自然能将马红军体内的毒素吸引出来 可是 再玩 无辱心脉就来不及了 轰至魂骨插入马红军的伤口 心随意念 记住 这并不难 怎么样 没事了 一会儿就醒了 我进去看看 小三 记住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哥 你怎么样 现在没什么事了 可能是刚刚活的魂环还不太适应 老实说不要紧的 真的不要紧吗 没事的 你们快进去看一下胖子吧 刚才 走吧 进去看一下胖子 小三 有什么事一定要跟我们说 记住 我们是兄弟 会的 进去吧 哥 你真的没事吗 老师 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真的没事 不用担心了 我们是大胖子 真的 谁 想 要 这 这 这是 我们 那 呀 老师说你背后的事